各位企业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张元 今年35周岁 本个选丽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十年多的工作经历 今天我来到菲律墨守 是想求一份 食道管理 还有那个销售总监 以及各位企业家 觉得适合我的岗位 谢谢大家 欢迎您 张先生 我看你这个衣服 挺有特点的 领子那个 扣 有点 是不规则排列 我想请教一下一鸣 看看我们这位求职者张元 他这几个扣 能给我讲讲 现在是流行这种吗 12345密着五扣 嘿 你还在空寄一个 来 我给你寄上 拿上 我给你寄上 扣着 我怎么 那衣服扣住的扣子 就麻烦死了 男生给男生扣扣子这种 真的是还挺温馨 我觉得它也挺科学的 下边要丢个扣子 是不是随时上面挪下了一个 而且这种衣服吧 还不太适合那种脖子短的 对 也不好看 你这个话说的 真是 你怎么能当着 于林的面说脖子短呢 我就是人家于林的 衬领高了一点吗 这件衣服适合于林 我觉得于林吧 平时穿太老气了 你看每个外颜色都一致的 但我觉得设计师这个衣服 五个扣吧 放到他外面再加 搭个他的西服 我觉得还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更新了 我是这样啊 过时了 我是第一个不认同 我是为什么穿的老气呢 因为我是在座企业家最年轻的 我98年的 没看出来啊 对 然后但是我特别认同 我可以穿这样 你98 你是哪个98 1898 他这个衣服不光是 这个扣子有设计 其实他的领底 就是力领的那个领底 然后包括门巾的里边的 颜色的变化 都是有很多设计的 就是我就在等着 他是不是一个 他府内锦绣的男人 看他这个衣服的选择 的确是有点小想法 小细 你怎么来评价你自己 善于交际 这样子的 因为我在 从11年开始工作到现在 我所做的工作 都会经常 就是应酬比较多嘛 然后和外面的 合作的客户都比较多 所以会在这个公关 和交际方面就比较多 那你在交际方面 有什么技巧 其实做销售也好 销售管理也好 其实靠人就是一个 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 是和每个不同的性格的人 都很合得来的 就是说别人 就是看不惯的 其实在我眼里 我和他交往 也可以交往 好 那你来点评一下 于林的今天这身衣服 这个怎么样 我觉得林老板的 这个这身衣服 比较 比较 朴瘦 一般 就是职场上的 一种 就是常见的一种搭配 你不要说一般 你要 我教你一个词啊 就是他这身衣服 比较真诚 真诚 他这种衣服 有这种老板的气质 我会在这 明明不是老板气质 他这个造型是典型的 乙方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气质 就是从上到下要体现出职业靠谱 然后呢没有攻击性 真本老练 真诚吗 我来说一下啊 我感觉小叶说得特别好 就是因为我经常会去一些地方嘛 可能有一些领导什么 所以我要不凸显自己 所以就穿成这样 你啊 不必凸显自己 但你这一身去了 你会让领导很开心 终于看到一个穿得 比自己还老戏的人 你帮领导把那个老的 那一部分给担了 让领导觉得很年轻 所以刚才张员说的 这个老板气质 是不是 把这两个字 应该中间有空格 又老又板 老板气质 接下来我要问您的问题 就和您的职场经历有关系了 好的 你是10年毕业的 但你这个学校 填的 你刚才说10年毕业 可你学校填的是13到15年 这样子的 我那13到15年 这个是自考本科 在工作中自考的本科 我10年是大专毕业 你这个 13到15 你这个要讲一下 因为我是10年毕业 毕业之后找工作 对 因为那时候我是 我太太是 她是通过校召 在深圳银行的一个总部上班 后来为了她 我到深圳 就是跟她一起 去找工作 我呢 因为我的学历比较低 也没经验 大专民确实在深圳这个城市 工作不太好找 房地产 然后销售 信用卡销售 就是一年到头 没问题下来 就干了好几份 对 后来我就来到广州 去一次偶然的机会 就面试了一个国企 当时说得也巧 可能是刚好 面试我的那个领导 可能是有点 就是老乡的一种那种关系吧 对吧 就是可能一个地方呢 就有点这种感觉 就给我一次机会 对吧 当时很开心的 我说终于到了国企就上班 我做了半年我才知道 其实我签合同 是和外派公司签的 就不熟悉那种真实编制 后来我很珍惜这个工作 然后我觉得 但是我自己文品又不够 要想在这个企业 有更好的发展 首先文品是很重要的 那么呢 我基于我目前的这个大专文品 我自己在13年到15年 我报了那个本科嘛 后来15年中 拿到了这个本科的文品 然后我到2015年 就通过自己努力 正式成为了国企的 那个正式员工 你转编了 转编了 路编了 对 挺好的 挺厉害的 你最高在这个国企 最后做到了什么样的位置 最高就是我 值位 2018年到2019年的 2020年的离职这期间 最高职位是 就是那个小CEO 销售总监 销售总监 对 他名字叫总经理 其实我的理解 因为是小CEO 那你为什么要 在2020年的2月 你放弃了这么稳定的工作 离职呢 其实 说到这个离职的话 其实我太太 其实一直都 当初是不同意的 在这个国企的期间 其实我自己个人家庭 包括有自己的孩子 也在广州的 户口问题也解决了 然后也有自己的房子 对 其实收获很多的 比较冲动 然后过年 换了很长的假 在家里接受到以前的这个同学 因为我同学是自己创业的嘛 可能在和同学的沟通中 觉得别人干得非常好 我自己年轻也就三十多万嘛 我看到别人可能一个月 都赚一百多万 就感觉自己差距太大了 我自己就打击还是比较大 这有什么可打击的呢 那同样都一样的学历 但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啊 对 你怎么能这么冲动呢 你现在后悔吗 知错 改错 不认错 就是我 为什么不认错 因为我只是对 我是说对这一件事情 我知错 改错 不认错 因为很多方面的原因 不是一两下能说出来的 对 那你辞职以后 是不是家庭的这一方面的重担 经济方面就要靠太太 受到很大的影响 大家看我简历 2020年整一年 说实话收入也不是很高 基本上是靠着 是原来的三分之一 对 靠着之前 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撑着了 撑着一年 干了六个月 一个月只赚原来月薪的三分之一 在深圳 你觉不觉得 你虽然知错 改错 但不认错 但是你的错误代价 给全家老小 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明白 你们夫妻关系 因为这个受影响了吗 其实一直都责怪我了 对 包括我之前 可能有一些应酬比较多 回来比较晚 也可能有一些矛盾 一直都有些矛盾 那叫幸福的烦恼 其实我 心里面是后悔的 因为这样子 对家庭的一个棋子 孩子 对整个家庭的收入来源 就是 比较大的影响 其实我是后悔的 只是说在台上 不太想表达出来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 大家听起来可能是觉得 他受到外面的 童年里的诱惑 好像是觉得别人真的多 自己真的少 所以辞职了冲动了 但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我的底层上 其实还是因为你本身 你是希望你能够赚更多 让你的妻子孩子 能够过得更好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事情已经先决定了 出来了 我认为就不一定说 一定是错的 一定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走回头路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你只能够尽可能地去想 以后你怎么能做得更好 怎么能够就是 实现你想要的人生的 无限这种可能性 杨荣 你说的肯定对 谢谢 我也认同 如果不是为了让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你们企业家 都不必要坐在这里 他既然要做选择 一定要做一定的风险评估 没孩子是一种冲动 有孩子了 我觉得这种冲动的代价 稍微大了一点 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责任 和评估风险 恰恰地刚才说了一个点 说女儿的户口拿到了 也就是说他未来将要 在这个城市 一个高消费的城市 扎下根来 这个时候 就是他的压力是巨大的 这个时候他得他去堵一下 可能有的时候 那个压力也会逼着他说 做个决策 他有压力给了他动力 这点没有错 但是我要提醒 像他一样有这样想法的人 不要打着让家人 过上更好的日子的旗号 冲动去做事 压力没有错 动力没有错 错的是不加思考的冲动形式 其实就是说 对一个人 对风险的控制 其实我自己创业这么多年来 可能至少在疫情之前 对一个风险的评价 和评估的时候 是我觉得这是疫情 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思考 当一切都没有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 同样我觉得你 什么都没有想 一百多万看别人看了 我就觉得我不要评估 我就跳进来了 所以我就在不同的阶段 都要想风险的那个边界 和控制的能力在哪里 恰恰这个就是能力 能力构成里面能力的硬伤 那我们有的时候说能力 就是有高级别的能力 其实是判断力啊 创造力啊等等 那这些其实能够 对外部事物 对自己的能力 外部事物这种判断力 它不是不想好 但是它就是这种判断力不足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认知不到自己 判断力的不足 所做出的选择是 改变我们未来的一生呢 曹妍说的对吗 你是判断力不足吗 一个判断力不足 第二个我对自己的规划 可能就是真的没有想太多的 常染的东西看得比较大 我想问你 你后来又去了一个 创业性的公司 只干了六个月 离职的原因是换工作 换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那个公司 它是一个创业性的 一个维修连锁的公司 在福利方面 可能没有公金金 然后做六修一 大小周嘛 这种 不是双修 待遇方面可能是 那是差了很多 但是老板 董事长是给我承诺 是一个三四万的期权 后来干了六个月 我也利用之前的一些人脉 一些经验 为企业带来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方案去实施 也做了 也落地了 到后来我觉得就是 还是工资有点太低 然后战略方向 公司总的这个战略方向 我对当行业说实话 我现在我不看好 具体是哪方面呢 就是一个连锁 就是做维修 手机维修 维修做的连锁加盟 加盟传国开连锁的店 因为我觉得手机维修 它是一个 它虽然是必需 但是它不是快销 对 所以说既不看好这个前景 然后呢 也因为其他的 你刚才说的 好多好多的原因吧 其他的因素辞职了 是吧 对那份是 是我找到之后才走的 没有裸诗 这回学经了 不裸诗了 对因为第一次刚刚听到 就是裸诗还是有点风险的 好 然后说说你这第三份工作 你有什么带来相关的资料 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 你从业期间的业绩实力 打开PPT吧 那个 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这个呢是一个一业合作 对做了一个活动 通过这次一业的活动 他给我带来首先两个 第一个是一个 人迈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拓展 第二个业绩的带来 就是我负责的那个片区 带来一年差不多50万的一个营收 还有吗 看看还有没有 就加一看一看 待会看看左边和右边 右边那个就是你看DM 你知道吗 就是也是一个演唱会的 就是明星也是合作 粉丝多嘛 我一直通过粉丝营销这一块 结合我们的产品 那么最左边是我里面打包的一些截头 就我手机里面 就保存了之前的一些 桓案大概这么多 我先冒昧地给一个结论 我别的不说 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值三万 您讲了半天 您这所有东西 你自己说的天花乱坠 然后不管是图片 还是在表达 我们谁也弄不清楚你在说啥 而且你这个PPT啊 做的特别乱 还有刚才大老师问 你后面还有吗 你说看一看 是你做的吗 你做成这么烂 我相信也不会 请专人去帮了 那你的这个情况 我感觉你不是说你个人 但是社会上有这种情况存在 就是错把平台的能力 当成个人的能力 对吧 包括你找的这份工作 跟你以前也是强相关的 但是只有你的第一份工作的 一半的工资 张员你先别着急 你刚放的这几节PPT 大概是什么时间做的这个活动 前面是2014到2019 后面的另外公司就是2020年的7月到11月 你在这个总经理岗位的管理能力 那我就举一个在我第二份工作的一个经历 它是一个创业型的公司 它是做联锁加盟的嘛 之前我来的时候 它因为第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 这个加盟的比较少 第二方面可能是它的加盟会的一个问题 我是两方面去着手去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方面 就是呢正常的一个拓展我们新有的这个门店 第二个加盟会的问题 加盟会那时候是5万块钱嘛 加盟会 后来就作为这个加盟会的时候 所以我做了一个调整 就免加盟会 嗯 好的 我初步给你一个回应啊 听完你说这些 我觉得你对过往那个总经理的那段职业 吃老本的这个痕迹很重 但是我们呢会在下一轮的时候 对你进行一些专业的问题 这一轮我觉得我们初步企业家们 可能就有岗就会有判断 谢谢你 我也要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因为刚才一直没有提到 今天呢张渊在非你莫属呢 想找一个渠道管理 或者企业家认为适合的岗位 他的期望薪酬是3万家 那么各位企业家刚才对你的能力 产生了一些质疑 也有一些争论 那么他们会如何选择呢 张渊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企业家们的选择 还好张渊 有三位企业家选择在第二环节 继续考察你的相关技能 谢谢 进入到天生我有才 我先问一下 你管渠道的重点管招商 还是管渠道运营 运营 你把运营先帮我拆开 渠道运营有几个模块 每个模块是什么 考核标准是什么 主要认为几块 第一块是这个 首先一个业绩是不用说的 对吧 业绩 第二个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管理标准 再一个就是 主要的牛师 就是你新建多少店 你牛师多少店 就是竞争 讲一下你的战绩 我战绩 我在在职的期间 我之前通过之前的论议商合作 是进入了 我是签了整个广东省的 这个自营厅的这个进入 我是把我们的整个团队 我为了就是团队大家 能够得到工资的同时 增加自己收益 然后留住人才 战绩 好 第一个公司 我在的小CEO的期间 一年的是4300万 完成日子是130多 然后第二个 在我六个月时间15家 15家什么 门店 拓展新拓展 然后是 然后我的那个合作的 主要是有个六家 因为受其他公司资金影响 就没有太扩张 那你新的渠道 带来多少销售额呢 第一个是 刚刚说一年是4000多万 刚刚那个销售额说实话 魁省 第二家 没有卖出去吗 不是没有卖出去 是因为它的行业是做手机维修 它的毛利是 客户维修手机的这个业绩 它不是产品 不是卖产品 是做服务 它可能 短期之内 看不到它的一个评估的业绩 知道吧 如果才六个月 可能要时间拿长一点 才看得到 通过你刚刚回答 其实你现在薪酬要求是3万加 其实我个人觉得 你这个薪酬的要求是有点高的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 1万到1万5 杨仁仁这个判断比较准确的 如果你现在职位是这个渠道主管的话 大概10k 在一线城市 10k到12k之间 如果给你渠道经理的话 12k到15k之间 但是 就是 以您现在展示出来的这个能力 我还看不到渠道经理做的活 因为我跟你一样 是这个岗位出身 现在只能看到你有运营商的资源 仅此而已 所以你愿意把你的薪酬降低标准吗 我愿意 洗一下 决定 那张元我不需要去跟你提醒一下 因为您是一个职场 十多年以上的资深的管理者 那谈薪酬你也招过人 不能这样谈 首先您对您自己有一个底线评估值 你说低于多少我是不考虑的 然后有一个您的态度 还有第二个 您需要假设薪酬更高 您要说我期待它是有绩效 大概其年薪透透下 能让我努力到什么 您可以说个标准 这样子的 为什么我会愿意调整公司 是因为这样子的 因为我的经历 您不用解释这个 您给人家一个答案 张元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就想听你解释背后的答案 就是你愿意调整的数 一万五 一万五 最低一万五是吗 对对对 好 就是刚才我看到你PPT上有展示 就是你说有在做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 然后有这个美容产品的绑赠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定制化 很多种都有 就是你现在跟你的这个 运营商的这个老东家的关系怎么样 还行 那如果就是你来我这的话 就是如果做一些 比如说礼品绑赠或者产品定制 或者说这个在他的门店去铺设 这个你有没有信心 这样子 刚刚设置问题我一讲我就明白嘛 可能不仅像令营商的合作 可能在他的商城 他的网上商城 他的其他的一些部门 包括他的珍惜的那些渠道 会好一点 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的画呢 是非常好 因为他画的大海 海上有太阳 并且呢还有海鸥 更重要的海上还有船 我们想海上日出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作为一个求职的选手 他却说了一个 又是生活当中经典的一句话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是人生的一个折眼 但是呢 作为求职的人来说 你还没找工作 你只是求职面试 你首先想到的是 往后退一步 我让一步 这个是要不得 我们求职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 我们要让面试官 要让我们所有的企业家 看到你的闯劲 冲劲干劲 所以说我提醒这位选手 你这种心态 是不利于求职的 更重要的 我再仔细的看你这幅画呢 画的大海在起波浪 而两个船上却没有人 那我们大家想一想 海上的船没有人 这个船怎么样 就会有很大的危险 在投射心理学当中 船那就是你啊 我们想到了扬帆起航 没有人的情况下 我们一扬帆 船就会翻掉 所以我提醒这位选手 要重新给自己定位 重新选择 迎接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 才好 张员 说实话啊 你有点高开低走了 虽然今天大家 对你有一些争议 但我觉得 你还是有一种动力 想让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 在社会上奋斗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让自己和家人 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我还是得 作为同龄人 咱们同一年出生的人 我提醒你一句 再也不要犯 当时的错误了 一定要谨慎 来 接下来 咱俩一起来看看 企业家们 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真好 成功进入到 谈前不伤感情 来吧 萧嫣 张员是这样 就是我先说说 对于我来说 我的感觉就是你的 优点跟缺点 优点就是你有 这个运营商工作的经验 然后也做了很多的 这个线下的一些 推广活动 我比较看重的 也是正是这一点 缺点就是 我认为 你还是缺乏一定的 这个管理能力 和这个对团队的一个 市场化的一些经验 所以我现在 给出的职位呢 是一个渠道拓展的经理 然后工作地点是深圳 给的底薪呢 是一万二千加 我可以给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提成 在你新拓展的 这个渠道领域里面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给张渊几秒钟的时间 考虑 考虑时间 开始 来 告诉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张渊 小指南边 祝贺萧音 也祝贺我们的求职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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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